嗨 一日之地在于晨 早餐做我们每天起来后吃的第一餐 当然要吃一顿好的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我弟弟最喜欢的早餐 八八腰的面 在我身后的那家店呢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非常喜欢吃的一个肉脱面 那我们每次都叫他这个大八腰的面 因为他的店在大八腰 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次真正看他叫什么名 他叫做来心香菇肉脱面 那这家呢已经是他的第三个地点了 他前面两天同样也是在大八腰 好像在八十几号 然后最近这几年才搬过来这间店的 现在就是在这个大八腰大牌 73号的主屋楼下的咖啡店 我来五行举 这个啦 那边吃肉 还有那边 有很多 这个八条干的不要辣 这个八条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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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要做干 四块的 还有一个 豆芽汤 四块的不要干的 哇,你要不要把我爸當心拿 呵呵呵 我們要來一代 Bye 他的麵,我們等了半個小時終於來了 然後我叫的是這個果條加麵的 然後一點點辣椒,因為他要放一點辣椒才好吃 然後我弟弟吃的是沒有辣的 我們還多叫了一碗的豆芽湯 五塊錢對不對? 四塊 哦,四塊錢 要沒有?要放辣? 全部四塊錢啊 蛤? 對啊,就加料 就買了一碗豆芽湯 因為這邊只可以兩個人吃 所以我們需要分開做 所以為什麼你會選這間做你最喜歡的早餐? 因為呢,我吃了這麼多煎辣椒 然後我覺得這煎的比較好 最好吃的 然後呢,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那個豆芽湯 他的豆芽湯很好喝 建議大家來 然後我已經叫一碗豆芽湯喝 我叫了那個辣椒的 然後自己加了一點番茄醬 因為醬汁比較好吃 然後他們這邊呢 其實如果你要吃那種米薄米薑也是有的 但這樣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早來 我們通常來的時候他都已經賣完了 以前他們有一個假鮑魚的 但是好像這幾個月可能疫情開始 他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那個其實我很喜歡吃的 每次來就只有一片耶 然後要留到最後吃 然後現在就沒有了 就有點贍 好像這幾年自從疫情開始是嗎? 應該是 我都講了 你講幾個月 因為我講從疫情開始 你講幾個月 吃完了 這個麵的份量有一點多 我吃不完 然後現在要拿去收了 好,今天的介紹就是我弟弟最喜歡的大發芽霸臭米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好介紹呢 可能覺得哪裡的霸臭米更好吃呢 也可以在以下評論區跟我講喔 我們可能改吃也可以去嘗試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肚子餓時候再見